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如何把Apple Pay 还有你的信用卡加到你的Apple Watch上面 让你随时能够透过感应的方式用信用卡付款 在上一部影片里面呢我们有讲过说 这个Apple Pay呢它里面是可以加入很多张信用卡 那如果你平常要使用的时候呢 你就按两下侧边的按钮去感应嘛 那今天我们这个Apple Pay呢 它一样也是透过感应的方式 你只要按两下侧边按钮 它就会出现Apple Pay的画面 那你直接把手表拿去感应机台就可以了 那这个步骤呢从头到尾都不需要用到iPhone 只有在一开始要把Apple Pay加入Apple Watch的时候 才会用到iPhone 所以可以想象你加入之后呢 这个步骤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你平常去便利商店啊或者是百货公司 你只要拿手表去感应他们的机台就可以了 那要把这个Apple Pay的功能加入Apple Watch 首先就是你的iPhone上面 已经启用过这个Apple Pay的功能了 卡片在这里 然后它的右边呢会有一个加入的按钮 那你就在你想要加入的卡片右边按下这个按钮 那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视窗要求你设定你Apple Watch的密码 如果你之前从来都没有在Apple Watch上面使用过密码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设定密码才能使用这个Apple Pay的功能 当然这也是为了要保护你的资料 因为毕竟在Apple Pay上面是没有Face ID的 所以它如果要验证你的身份 就必须要使用这个密码 那我们就先设定一下 进到这画面之后呢按开启密码 这边它就会要求你在Apple Watch上面输入这个密码 然后它会要求你输入第二次 这样就设定完密码了 那现在我们来加入卡片 按上一步 然后再按一次钱包与Apple Pay 然后一样呢我们按右边的加入 然后它会要求你解锁Apple Watch 我们就先在Apple Watch上面输入我们刚才设定的密码 然后按好 再按一次加入 然后这边呢它会要求你输入这个卡片的安全码 就是在你卡片上面背面会有一个三位数的数字 你就把它输入进去 然后它会要求你同意一些条款的 OK的话呢就按一下同意 那这边呢我们要验证一下卡片 就是它会记一封简讯给你 那我们按下一步 那iPhone应该会自动代入这个验证码 对它那个简讯进来 它就自动把这个验证码输入进去了 那如果它没有自动输入的话呢 你也可以手动输入 那现在呢我们就启用完成了 然后刚才银行也有记一封你启用成功的简讯给你 那我们按一下右上角完成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实际操作的部分 设过密码的Apple Watch 会在你每一次带上它的时候 要求你输入刚才我们设定的四位数密码来解锁 那这个步骤呢除非你把Apple Watch拖下来 不然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那在这样子带着又解锁状态下的Apple Watch 如果你要使用Apple Pay的话呢 就只要按右边侧边的按钮两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Apple Pay的画面 然后呢它会要求你去靠近读卡基因 那你就直接去感应就可以了 那这个步骤呢是完全不需要再一次输入密码的 原因是因为你在带上它的时候就已经输入过密码解锁 只要它没有侦测到你把手表拿下来 它就会一直是解锁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使用Apple Pay就不需要使用到密码了 所以步骤是比iPhone还简单的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多张卡片的话 要怎样在Apple Watch设定你的预设卡片 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怎样删除你的卡片 首先呢到你的Apple Watch上面 然后我们进到App的画面 然后去找到你钱包的App 在这边就是一个很多颜色的App 在这里 进完你的钱包之后呢 你就去找你想要设成预设卡片的那张卡 然后我们长按它 长按之后把它拖到最上面 它就会变成你的预设卡片了 然后这个画面我们就按好 这样就设定成功了 那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从Apple Watch上面删掉你的卡片 那这部分呢要使用到iPhone 首先呢打开你的Watch 就是这个App 然后去找到钱包与Apple Pay 在这里 接下来呢去选你想要删除的卡片 然后滑到这下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移出此卡片的选项 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说 如果你移出卡片的话也会删除交易记录 那你就按移出 这样子它就会从你的Apple Watch上面删掉了 然后要注意一下你Apple Watch的密码锁字的功能 如果你把它关起来的话呢 这个Apple Pay也会自动从Apple Watch上面删除 所以要使用Apple Pay 就一定要使用密码锁 然后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的Apple Watch不见的话要怎么办 首先你可以用你的iPhone 将你的Apple Watch设为遗失模式 那在遗失模式下呢 Apple Pay这个功能是挺用的 然后它也会被密码锁起来 那要设定遗失呢 就要到iPhone上面去找到一个寻找的App 在这里 这个App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 把它打开 进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下面第二个选项叫做装置 你就选这个选项 然后上面你就会看到你Apple Watch被列在这里 然后你就点一下它 接着呢 你把这个视窗放大 然后你就会看到下面呢 有一个选项叫做标示为遗失 我们按启用 那在这个遗失模式里面呢 你可以设定一些讯息 让找到的人可以联络你 同时你的Apple Watch也会被密码锁定 然后Apple Pay也会不能用 那我们滑到最下面呢 按这个继续 再来这边呢 就是让你输入电话号码 让找到的人可以打给你 那你也可以不填没关系 那我们按下一步 那这个画面呢 就是你可以写一些讯息给找到的人 那我们按下一步 接下来下一个画面就是总结 就是今天如果有人找到你的Apple Watch的话呢 会在上面看到哪一些资讯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就按一下右上角的启用 你的Apple Watch 就会进入遗失模式啰 那除了这方式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任何网络登入Apple ID 然后移除钱包里面的金融卡跟信用卡 然后你可以在装置的区域里面 选择你的Apple Watch 然后按一下Apple Pay下面的全部移除 就可以把你的卡片全部删除了 然后下一个步骤也非常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的信用卡 银行跟他们讲说你的装置不见了 那我们今天这Apple Pay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任何英文 或者是想要学的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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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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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